SBL超级篮球联赛 下半季正式开打 首先登场的是台湾银行对上玉龙那只捷 玉龙双洋将Taren Jones 班爸联手砍分 Jones外围发动攻势 陷入进去 打板进球两分到手 班爸篮下靠着身高优势 抢到进攻篮板 顺手一放 轻松得分 两人光是上半场就合力攻下了25分 帮助玉龙 半场打完48比35 有双位数的领先优势 下半场开始 玉龙双洋将 火力持续升温 Jones先是一记转身擦板进球 下一球 篮下起跳 空中爆扣不拦 直接让整个球场瞬间沸腾 他今天贡献25分 23篮板 双20成绩单 再加上还有角出23分 12篮板 大波大波的班爸 篮下的获领支援 玉龙继续将领先 维持在双位数的差距 原本以为大势已去了 但没想到来到第四节的肚鸟阶段 玉龙发生严重失误 连续发球都被汪尾城敲走 还顺势送进篮框 原本双位数的领先 也被追到只剩下个位数差距 但可惜台赢最后两波进攻都无功而返 最终玉龙以84比80尽限赢球 继续看到九泰跟普元的交手 上半季效力于玉龙的魏锦斯 转战九泰之后受此亮相 来到新东家 渴望证明自己的魏锦斯 从一开赛就展现获利猛攻 光是上半场12投7中 其中包含三克三分球 刚效率轰下24分 然而不止在攻击端 防守端也有所建树 招成机会就是一记精准的麻辣火锅 还有吕冠婷展现他沙场老将的风范 转身打板进球 两盾守进口袋 九泰在两个人的带领之下 半场打完取得48比32的领先优势 目前两队还在持续激战当中 吴兰区台综合报道